奥克兰有几位得重病的佛友 通过念经念小房子 放生许愿 放生许愿 病情稳定 随即开始上街弘法 以自身重病的案例 现身说法度了很多人 但是后来业障再次爆发 病情复发 之前度的人看到他们的情况 开始有点动摇 怀疑学佛 请问这样的情况 这几位佛友算造了心业吗 首先要记住 很多人开始得病的时候 他愿力很大 所以菩萨讲究一个叫初始心 所以菩萨教我们学佛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始心 因为初始心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初发愿的时候 你们想一想 你们刚刚学佛的时候那种心 我一定要关心菩萨 我一定愿力很大 为什么 所以一句话叫 一年学佛 佛在眼前 两年学佛 佛在天边 三年学佛 仗着佛卖钱 所以人要懂得 慢慢的慢慢的就离佛 越来越远了 听得懂吗 所以当他在拼命许愿的时候 他的身体好了 菩萨给了他很多加持 但是呢 往往有些人好了之后 就开始不精进了 慢慢不努力了 这个因造下了之后 造成了他后来的复发 明白了吗 然后呢 等到他复发的时候呢 他又要许愿 那么来不及了 是这个概念 但是呢 他不算 你刚刚问的问题是什么 不算什么 造新业 不算造 他实际上还 他度人的时候 他造了这些善业 他有善报 但是问题并不代表 他以后又是在造这个新业 但是呢 他后来复发 就是说明他不 懈怠之后不精进 我告诉你们一句话 如果当一个人已经生癌症了 已经生了绝症 之后好了 你们千万不要懈怠 因为这个全部都是地府 属于假设的 因为在一两年当中 全部会复发 所以他完全跟踪记录 就是人家说 头上三尺有生灵 跟踪记录 如果你不努力 不好好的许愿当中 一样的还愿 不好好的继续努力 你很快就会被拉走 所以这是你们 通过这个问题 我告诉所有的人 听得懂吗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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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